对不住了大家 本来这期视频该去教一些开缸没开好 水体发白发物的鱼有去调水的 但是我得临时插另外一个话题比较急 调水的咱们后面再说 因为在上期视频评论区发现一部分鱼有 主张自来水开缸 不困水不养水直接养鱼的 今天咱来拔一拔 这部分鱼有为什么会这么做 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或者得罪的地方 还请大家见谅 我先给大家行个礼 等会有说的不到位的 喷我的时候还请嘴下留情 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养鱼人 不管你养的什么鱼 皆为鱼有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 各个基础的水质也不同 我必须得像关注我的一些鱼有 想要养好水养好鱼的这些鱼有负责 所以我说了 那么第一种不困水不养水 直接自来水养鱼的是哪一类鱼有 当地资源比较丰富的 拿我自身为例 这杠鱼大家都认识吧 庞皮 我如果有时间 我几乎不用成本 我就可以把这些鱼弄回来 没时间去收一收 也就几块钱一斤 在每年的五月份到十月份期间 如果我的困水量达不到的情况下 我给这杠换水就直接怼自来水 偶尔会给它除个绿 有的时候我甚至连除绿我都不除 为什么 不差 第二种 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人了 但咱们就事论事 实话实说 大家别建议 就是鱼的身价 最顶行的应该就是养草精的 有多少人会为了养几条 一两块钱一条 甚至是几毛钱一条的草精 去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 困水 养水 乃至倒腾各种设备 就是为了把这几条草精养好 我相信应该有 但是不多 还是以我自己为例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条黑鱼 长度71公分 状态特别好 给你们展示一下 看着 是不是状态很好 长度71公分 重达8斤多 我把它养在了一个1米2的缸里面 不憋屈吗 很憋屈 没有大缸吗 有 我这个鱼房 目前大大小小的鱼缸 加在一起 一共30多口缸 小到2030 大到1米5 1米8 其中1米8的缸就有一台 两台 三台 除了那台1米8的缸 饲养密度大一些 鱼的体型大一些以外 剩下两台1米8的缸里面 就养一两条鱼 龙鱼的体型 也就40公分的样子 这台缸也是 那么为什么 40公分的龙鱼 养在1米8的缸里面 然而这条70多公分的黑鱼 却只能憋屈地 呆在1米2的缸里面 鱼的身价 就是这么现实 不过我正准备给它 安排一个大一下的缸 这个缸实在太憋屈了 试问那些高喊着 优胜劣汰 试着生存的鱼有 咱们就是论识 在草精和龙鱼之间 你会不会区别对待 我想你应该会和我一样 说不定草精还会变成 龙鱼的小零食 第三种 也是很多新手鱼有没有发掘的 那就是硬件设施的差异化 这一点主要指的是 咱们鱼有在饲养设备上面的搭配 饲养环境 饲养密度 饲养鱼之品种和大小上的一个区别 导致很多鱼有 它即使不养水 也可以把鱼养的活蹦乱条的 但是有些鱼有 它不但困了水养了水 而且还在水里加了很多东西 鱼依然没有养好 但是这一点今天没有办法细说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对比 我自己的设备搭配的还算OK的 单单靠我口述 很多新手鱼有可能理解不了那么多 所以我想辛苦一下看到视频的鱼有 是否可以将自己鱼缸的现状 在评论区反馈一下 无论是感觉自己养的好的 还是在饲养过程中觉得有问题的 都可以反馈一下 下期视频我们挑选一些顶型的案例 进行一个对比讲解 看看别人养的好的 好在哪里 没养好的 问你出在哪里 好吧 辛苦大家